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题目是90后的坏女孩 尊敬的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叫牛文荣 今年19岁 来自河北省廊坊市 前两天听了各位叔叔阿姨的忏悔 其实呢 在这方面我也是个全面的人才 你们别看我年龄小 你们所做的事我样样俱全 真的挺不好意思说的 毕竟是个女孩 但是吧 为了忏悔还得说出来 从什么时候说呢 就从上小学吧 上小学 我从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忘了具体是什么 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 我就开始搞对象 写情书 而且不光自己写 我还教别人怎么写 整个学校是乌样瘴气的 到了初中 只要我在班里上课 老师就别想上一节书信的课 现在想想老师当时的感觉 就恨不能给我吃瓶安眠药 让我在那睡就得了 还经常把谢女老师气哭 我也感觉真有成就感 能把老师气哭 因为从小学就开始挑战老师 所以就说一般老师的说不过我 在座的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校长 你不要怪我 然后呢 也因为结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 因为我这人比较外向 在班里边算带头的 所以说呢 到了初中 各个班的走读生 像我们这些带头的 认我当小妹 培养我 然后呢 慢慢的呢 我就成了我们学校 跟八个班的干姐妹在一块 就是各个班领头的 因为这样呢 就是看谁不顺眼就揍别人一顿 就是说有一次我记得是 有人跟我穿一家的一样的衣服 我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疼呢 我看着就 然后我就放学 找了一帮人就把他揍了一顿 然后说你别穿了啊 然后下次我就不知道 能做出什么事来了 而且呢 我就看着我们学校的 有一些学姐 学长们是吧 然后有些男同学或女同学 抽烟喝酒 然后上网吧 上酒吧 我说 要不咱也尝试一下 反正就是 啥都做 什么坏事都做 还收保护费 其实吧 我家里也不缺这点钱 我父母都是机关单位 我就是找那种感觉 找那种刺激 然后就是在学校也是 把校长整的也是 有一次因为打仗呀 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去了 去的时候还挺得意 我说校长室走啊 你们能去吗 然后去了之后 然后校长就说 你说你一个女孩 笨笨笨的学习多好 干嘛整那些乌烟瘴气的事呢 然后我就说 我来上学 我交钱了 我说你管得着吗 然后校长就说 我怎么 他因为挺老的了嘛 然后他气得 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 然后他就说 我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 怎么就没见过一个女孩 像你这样的 我说你没见过吧 就是让你见见 然后在家里吧 也是 反正也不咋地吧 然后父母生我的时候 已经快四十了 然后那时候就想要一个女儿 然后生了我之后 爸妈都特别特别地疼我 可是当我犯错的时候 我母亲说我的时候 我呢却对他 就跟我母亲顶 那时候没啥感觉 就感觉 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呢 跟他顶 把他顶的母亲 再也说不出话来 然后我才 那时候 那感觉还不解气呢 父亲呢 也特别地疼我 就是说我父亲呢 现在是五十四岁 快六十的人了 在我没来之前呢 没学圣仙文化之前 我喝的水 就是都是父亲给我倒了 晾凉了 端到我屋里边 就是闺女 我给你晾了水来 别忘了喝啊 然后就这样 然后 我的袜子 我的背 我都没从小没碰过 都是父亲给我洗 这父亲这么疼我呀 就是我要是生气了 心情不好了 然后 我就对父亲 大呼小叫的 纸丧骂怀的 态度特别恶劣 然后父亲也 他也不说啥 然后反正就是 特别溺爱我 有一次记得 在学校是喝酒了 然后把校长给骂了 纸包不住火 叫家长 把家长叫去了 实在是不行了 然后这让父亲知道 我记得从小到大 那第一次打我 打我的时候呢 那时候父亲穿上皮鞋 还怕踹疼了我 把鞋脱了 踹我一脚 反正就是 挺不好的 结果上 然后就是 初初没有上完 我一看 别给学校拉分了 是吧 然后就回家 休养一段时间 然后养足了气 知道好 我妈就让我上高中 我就因为 跟我妈作对呀 我就不上这个高中 其实现在挺后悔的 然后就选了个中专 学的有诗专业 学签教育 为什么选诱诗呢 因为他没有数学语文英语 我就烦气数学语文英语 我这个脑子一学就起泡着 然后那个 上了中专之后 也是在学校不好好学习 有什么 学校有什么事 只要让我心情不好了 我就给他捅的 省教育厅去 我在石家庄上的 然后记者去了 我还听了没 看了吗 这我叫来的 其实也不敢说 你知道 心里边就是 我在学校也带头嘛 然后 这是校长就找我说 你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吧 你不就要这毕业证吗 我给你 你回家吧 我说行 那我就回家吧 然后回家了 回家也没事干 然后 就是为了断了一下自己 然后母亲就让我上 我们那当地的市幼儿园 去那个实习 到幼儿园 哎 这老师呀 老师真的很重要 你的言行举止 小孩特别特别的 他特别能模仿你 你知道呗 然后我 我也是 其实我也是个孩子 才十几岁 十九岁 那时候还 才十八岁 然后就是 他们早上来了 就说 牛老师好 他们光说 他们光说 牛老师好 不加任何动作 然后我就说 真是老土 光说一句老师好 我说 我教他 我说咱加个绯闻 然后 然后呢 天天 然后我就 我就说他们 小孩还挺愿意学 然后呢 他就每天早上来了 或者老师走了 他们加个绯闻 说牛老师好 然后我 然后他说老师好 当时呢 我们幼儿园的园长 他也没教我 他说 小孩这么小 你不能教他这些东西 我就感觉 我也是挺喜欢西方那些东西的 感觉挺时尚 有的家长找我说 现在年轻一辈的老师 真实尚 还夸我 我还教挺好的 然后呢 因为我这人 因为以前没学传统文化之前 我 我也是晚上睡挺晚的 然后竟听一些悲伤的歌 我有点 抑郁症 然后我就闹心呢 然后我就 在游戏园听那些悲伤的歌曲 像周杰伦的珊瑚海 多悲的歌啊 我听着 然后 听着来 我把音乐放到最大声 园长他也不管这些事 然后我就说 课间休息可以听 刚开始让幼儿园 这些孩子们 听这些歌曲的时候 他们是 蹦蹦跳跳的 没啥感觉 不过一个星期过后 我再一放这首歌 他们情绪低落 就在那坐着不说话 根本用不着我喊 我说 哎 我说你们咋了 怎么不说话了 整得我这个不习惯 有位 我教的是中班 然后有 有一个孩子就说 哎 牛老师不知道 这几天郁闷呢 我说 你们郁闷啥 我说 我这 现在才知道 乱世之音呢 这么小的孩子 教他这些个 其实 挺不好的 然后呢 就说 虽然 说说我们90后的痛苦吧 因为呢 我从小也是 舞蹈啦 画画啦 什么都学过 父亲机关单位嘛 家里边攀比 哎 你看我孩子出国了 怎么怎么着 哎 你看我孩子 怎么怎么着 虽然父亲在表面上 没没没表现出来 和母亲 但是我 我早看出来了 因为五岁 我就去政府 我们那的政府 跳个舞 演出呀 什么的 就是 他们老把 他们的意念 强加在我们身上 老想 让我们按照 他们的思想 然后走 他们有时候 没完成的人生 让我们替他们完成 然后就是 挺痛苦的 我记得 我原来上初中的时候 有写日记的习惯 父母偷看我的日记 好几次 我也有自尊 因为特别的生气 把日记撕的 知道呗 再也不能撕的那种 我这心里边 还是挺生气的 他太不尊重我们了 偷看我们日记 就是他 现在的父母 在座的叔叔阿姨们 都可以当我的父母了 就说 你们太想了解我们了 但是你们的方式错了 我们不是不愿意 跟你们靠近 只是你们 把我们内心的 所有的伤痛 都挖过去了 越是亲的人 越不愿意 把内心的话 跟你们说 就是因为你们方式不对 逼我们 所以我们才做一些事情 掩饰自己 就是前面我所讲的事情 都是为了掩饰自己 才做的 其实我们90后的孩子 没有一个愿意学坏的 人性本善 没有一个愿意 没有一个人愿意 整天在酒吧泡着 在网吧泡着 没有一个人愿意做的 我们只是为了 掩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怕别人看穿 所以说 现在有的孩子 打仗抽烟喝酒 不是一个孩子愿意 做的真的 就是被逼的 被父母的那些 那些所谓的 就是说 在别人面前要灭的 那些逼的 所以才这样的 闹心啊 真的 然后直到 今年5月13号 我去了山东济南 子房洞 参加幸福人生讲座 那时候也不是 也不是自愿去的 实在是不行了 我的八大姑 那个什么七大姨的 可能也是实在家里边管不了了 袭子糊涂的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我一下车 我们那开车去的 然后那的义工 一给我鞠工之后 那时候下车我特别高 我感觉 什么破地方 山沟子 然后下车 他们给我鞠工啊 嘎一个工鞠下去 90度 我心里想 男义工女义工 是不是都学过舞蹈呀 这腰这么软 我怎么就鞠不下去呢 然后呢 就对于义工产生了偏见 然后我当第一天听 当第一天听课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郁闷 这什么 这什么 跟我的思想完全不符 然后就说 我跟我妈说 我第二天 我爬我也爬回去 然后我妈说 你再听听 再听听 我妈也不给我钱当时 然后也出不去 其实我妈心里明白 你知道吗 她知道我到那 肯定也到我这回去 她提前把我钱都没收了 我现在才知道 我妈当时为啥 把我钱没收 其实也挺感谢我妈 把我钱没收的 然后回不去 到第二天 到那个第二天 上完课了呀 看了蔡老师的光盘 我心里边就有一点那么触动 知道就心里边 善跟恶在打仗 你打去吧 不关我事 我该 我该砸整砸整 反正心里边就有点 稍微的不舒服了 第三天 第三天 看第三天 看了那个贵阳图 我也不知道当时咋回事 就是累呀 哗哗的 止不住了就 那个羊 看到那个羊 给那个母亲 就跪下喝奶的时候 我就心里就 啥了 特别特别的 难过 然后其实 说好听的 那个羊是动物 说来听的 它不就是个畜生吗 那畜生都知道 孝人父母 何况一个人呢 我就想说 我是个女 何况我还是个女孩 我怎么就以前做 就 就 就这么样 这么样呢 我就纳闷了 我就 然后 虽然说知道错了 是吧 要面子 还是不承认错误 然后到了第四天 上完课 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 就是 最后一天分享的时候 在那大会分享 我就给我母亲 三跪九寇 当时磕头的时候 也是泪流埋灭 真不知道用什么言语 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当我那个头磕下去的时候 我看见我母亲 头上都是白头发 我就想 这是不是都是我 从小到大 把我母亲气成这样的 然后再看我母亲 埋脸皱纹 心里真不是滋味 再看我母亲 憔悴的身影 心里边就是 忏悔啊 难过 然后再想起我父亲 这么疼我 而我对我父亲的态度 又这么恶劣 给我叠被子 叠到快二十年了 水给我蒸了二十年了 袜子给我洗了二十年了 我对父亲却那样 而且还是个女孩 因为说女孩 一般老人们都说 女孩最贴心了 从我身上 这么一感觉来 还不是不伤呢 真的 还不是不伤呢 这个孩子 然后我就慢慢地 再例行 然后我就发愿 留下来 改正自己的毛病 习气 留下来之后 虽然这个心吧 他知道错了 但是有些习气 不是一两天能改变 留下来之后 在那儿 他不像家里 干活啊 然后学习啊 我原来在学校 我哪一节课上完过呀 我就走了 而且那一节课 四十五分钟 这个在那儿上课 天天地上 而且一节课 是一个半小时 我天哪 当时我脑袋都大了 你知道没 然后刚去了 你还没有资格上课 干什么呢 刷厕所 刷厕所 我一想 你让我刷厕所 虽然这么想 咱学弟子归了 也不能说出来啊 心里这么想 你怎么能让我刷厕所呢 刷那个马桶啊 自从去了例行 我就特别地怕老师 以前都是老师绕着我走 现在是我绕着老师走 正好倒过来了 也知道尊重师长了 现在见老师 给老师就是问好 以前从来没有过 刷厕所还说的是什么啊 然后老师带着我去那个 把我带到房屋 说让老师带着我去那个 给我找了一个房间 然后刷那个马桶 当时毕竟咱从小学 就跟老师挑战老师 十多年的经验了 那例行的老师在晒凉 我整个点语言 就把他就是骗过去了 然后我就说 老师我说你先休息吧 我说刷厕所 是挺艰巨的一个任务啊 刷半天才能刷 刷干净的 我说你先去休息 我说刷完了 我再叫您检查 他说行 他看我说这么好 他说行 我去休息 他一走行 我说你看 两句话 就没事了 我就拿进那个刷子 哎呀当时 我就那么刷两下 我说搞定 我就把刷子撂上准备回去玩 回去休息 刚一出门 没走两步 就碰见那个老师了 哎他说 哎牛仁 你不那个洗牢了吗 你不刷厕所了吗 哎 你怎么那么快刷完了 我说老师您误会了 脑子 因为我脑子挺快的 从小就做这个斗争 转得比较快 我说老师您误会了 我说呀 我说呢 厕所太脏了 我说我去库房呀 求那个清洁球 我说我一点点给刷干去了 这下课好 刷子用不上来 还得用清洁球 用手掏去 这可能真的叫报应 可能也是考验吧 我就拿着那个清洁球 我就往那看 我就看那个厕所 哎呀 当时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你说 从啥都不干 就让我刷厕所 我一看 我说老师您回休息吧 他说不用了 我在这指点一下你吧 老师也轰不走了 还在我这用手刷 往里头掏着 那么刷去 然后老师又说一句话 我跟你说啊 这厕所里边的水 刷干净都可以喝的 我说你可千万别让我喝 然后 就开始刷 刚开始刷 说可先脏了 就那么一下一下 老师在那 我也不敢偷鸡取宿 我就一点点的刷 就刷刷刷 刷了 他可难刷了 那个马桶 你不知道 他底下那个袖啊 就往里头 使劲掏 拿那个清洁球 使劲的 他一下刷不干净呀 他有袖嘛 你不能水垢 你刷半天 才能刷得特别亮 而且老师要求 例行志愿者之下的志愿者 老师们要求特别严格 一点都不能马虎 其实我看 不刷也可以挺白的 你知道呗 他就让我刷 可能也是对我的考验吧 我就刷刷刷刷 刷得有 半快一个小时了吧 然后说 嗯可以了 然后我就拿水 就冲了一遍 还得拿挖布擦一遍 你说要求多严格吧 就擦 其实他也是为了 让我在洗牢中学习 这个人你要不会干活 上来就学习文化知识 你要是不会做人 一点又没有 披着狼皮的人 然后就刷干净之后 我越刷呢 我说心里边越舒服 就感觉十几年 心里边的无垢 就随着这个马桶 全刷净了 当我看见 刷出来又亮 又干净的马桶呀 我心里边 哇塞 豁然开朗 就是咱们平常 老师们说的欢喜心 特别特别的高兴 我都没想到 我还能干活 我 我还能 把这活干得这么好 老师也说 不错不错 刚来能 刚来的小义工们 能表现这么好 受到肯定了 因为我一下在学校 根本就没有受到过肯定 因为我老师 最后一张桌 跟老师赌气 你不让我最后一张桌吗 你不 那个笔是我们90后的吗 我就折磨你 折磨得你上不下课去 折磨得你 就是老师上课 都处我们这些90后的 都不愿意上 不愿意 就是 不愿意 就是我们在教室 不过为了报复他 我还是就是 你不 把我们跟别的好学生 分成两拨吗 你不 什么吗 我就做给你看 其实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 跟老师对立 也是不对的 其实你要表演好了 谁 谁愿意就是 把你放到那个最后呢 然后就是刷干净了 我才知道 就是不求回报 付出的快乐 才知道 就是 以前 以前跟人相处 你只要 不听我的话 在学校 你只要 就是说 惹着我了 我非揍你 对不行 我非揍的你 就是 出不来气的那种 就那种 只要原来我 看别人的痛苦 我看别人的难过 我就特别高兴 真的 我只要 而且我看电视也是 我从来不看那喜剧 什么玩意儿 天天在那乐 我就愿意看那种悲的 大家看过那个 《像雾像风又像雨》吧 多悲呀 最后出家的出家 死的死 让人捅的捅 那感觉真爽 然后自从去了 例行的 这些观点 慢慢的 都转变过来了 才感觉 以前那种 自暴自弃 那种 弃家长 弃老师 跟人不和谐 对一切事物 都没有公进心 我以前 真的 我以前 我有洁癖 你知道吗 别人碰我一下 我说 我说你离我远点不行 我说你洗手了吗 我就那样 跟反正 也是家里惯的那种 然后就是 跟谁都 很难 上中专的时候也是 打架 一个宿舍的 不和 我记得我拿那 那时候 我宿舍有高跟鞋 我跟别人生了鞋 我拿高跟鞋 我都拽别人 这没拽着脸呢 这拽着别人 你说 这会是什么后果 好像也是 有 足从既得 让我躲过了这一节 就是现在吧 今天在这 我现在能变成这样 还有我们90后的 那个侯玉轩 我们都是90后 我们之所以能变成这样 就是听了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的教导 然后不是我们90后教不好 就是没人教 从小到大 没人教 所以才造成我们 走弯路 其实我们90后的内心 相当痛苦 真的 空虚啊 天天那么造 那么造恶 造了半天 不知道自己干啥 的确是特别空虚 特别无助 感觉我们被抛弃了一样 没人关爱 今天在这 跟各位老师长辈 领导们忏悔 其实我真的是 鼓起了很大的决心 很大的勇气 毕竟我是个女孩 一个女孩 做到我这样 已经是 很不错的了 我感觉 不能再 你要再过分了 那就是 真的够可以的了 从 从我到立行 现在已经是两个多月了 两个月 零 十天吧 差不多 以后 我还是会好好地学习 把这个根呢 扎伸 然后不管以后是从事教育工作也好 因为我学幼师的嘛 还是 怎么 还是接着上学也好 我一定要把这个针根扎好 我不会再被那个境界锁转 因为我知道那太痛苦了 真的 以前生活太痛苦了 没有一伙是高兴的 其实 我会好好地学习 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 因为我还小 我觉得我 我肯定是能改好 做好的 我们九六后的人 照样能做圣贤 谢谢大家